为您播出头发栏目剧 什么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年花白 海棠香 年花白 海棠香 杨柳河畔 燕成霜 度假短 李嘉诚 两家恩怨 戴法山 都闹了那么多年了 家里闹 春中狼 愁患壮志 笑儿狼 天地和 林黎作 愁家游出 家人的 百年恩怨 一朝节 美名林花 陋海谈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王小蕾 今天是开年大戏 莲花闹海棠 18集的剧集到15集了 故事接近尾声 也就越来越精彩了 前边咱们讲到了 李海龙帮着杜小莲 跟杜奇贵做了亲子鉴定 从而揭开了杜小莲 身世之谜 彻底地解开了 困扰杜家二十几年的心结 李海龙回到家里 找了同样也参与杜小莲 身世骗局的二叔李士军 要跟他好好算算账 这李士军夫妇借口缺钱 说正因为这个手头紧 所以才给田小莲提供情报 然后怎么煽风点火 怎么让田小莲来给自己钱 养三文鱼 承诺再不惹事了 李海龙的母亲王开毕 拿出了自己当初进门的时候 李婆婆送给自己的玉镯子 干什么呢 把这玉镯子给了李士军夫妇 让他们把这镯子变卖了 好 抽点钱 可是万万没想到呢 他这个举动却激化了 二媳妇杨慧芬跟李婆婆之间的 婆媳矛盾 杨慧芬冲着病床上的婆婆 大吵大闹 扬言要分家 然后啊 他还提出要跟大嫂王开毕两家 一人一周 分别照顾李婆婆 后来呢 他给李婆婆下了安眠药 怂恿李士军跟自己啊 一块把李婆婆扔到山上去 幸好杜小莲经过听到 他的呼救声 顶着狂风暴雨 把婆婆给救了 李海龙把李婆婆背回了家 那么 他也就知道李婆婆是怎么到山上去的 你说说 这李海龙能原谅他们吗 婆婆的身体经过这么一折腾 恐怕就扛不住了 那么等待李家 等待杨柳村的 又会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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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出来接你 妈 奶奶让你们滚 你看就是你 爸爸 你让我 大断命干老婆的婚姿 你把老娘的果子丢在城山上 你是要你老娘的面 你 你把你亲妈有的都吓得了手 说话 哎 唉 老一公老爷 哎 哎 你老老人哥不打死他们嘛 唉 老一公老爷 哎 你把那两个坑着吓得起来吧 哈哈 哎 кош 年是不遇到独家美 我老在我从尽尸山上了 妈 我们只是想吓唬吓唬你 我和慧婷都说好了 说到时候来接你 后来又不知道下雨了 我们看见师父 就看睡着了 你都无恋不晓的混账东西 你都只想听那个爆料的 你还要你妈的面 你良心的狗吃了我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 就是这个你 这个圣经人 说得容易 我真的不错的意思 妈 还不是你也不讨厌 我想不念 就是想 让你把自己的记性 我笨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算个啥子 把你接 啊 你都能让你来叫醒我嘛 啊 真的 你和寒龙 过来的时候 你把你正经人出去接你 寒龙出去之后 你看我才准备 你以后会准备看得好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我的儿了 你娶姐太早了 我 这个人 这公ион 我拥有时间 你拥有时间 我拥有时间 你給我了,他要害我老命了,姑姑 真心疼了,ogn pope,my 低紙轉 快回走 快進去 快滿聲 快快 快滿聲 év 21 鍵 你是干什么 是我儿师 是你长辈 你今天要打他 就把我打死 他现在就这么大的雨 太滑了 那滑你小心点了 我看见雨啊 一时半会停下来 上阵不下去 雨它可能会被冲垢 我得去看 我跟你去吧 那我也去 你别捣乱了 你别捣乱了 让大力去吧 姐夫 我跟你说吧 不用了 都在家里 哥小莲 邱几名回来没有 是您哥说 在小小边好几点的事了呢 明天还是去同校敞谈 不想是一三敞谈回来吧 这样小莲 看你和邱几名回来气 这种敞天雨的天气 让我看在敞天的准备 我先走了 大力 高兴点 大力 请你邀请 杨柳孙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 事实上 与他凭邻的27个乡镇场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强降雨的影响 将水量之大 范围之广 多年未遇 怎么样 他多美 还是打不通 通讯中断 村里边肯定受灾了 农民整理这个钱也不容易 你说这天气 不行 我得马上回去 好 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你杀这么大雨你干 快走 我打通租就行了 走了 爸 算电了 爸 你不要发力疼 你怎么样了 各位村民准备抢血 你干事 你干事 赶紧叫这村民马上抢血 是啊 这暴雨来的太猛 我担心后山洪水就冲下来 山脚下 还有几乎村民的鱼塘 鱼塘下面还有挂铁和栽地 你干事 我有办法 挂水系把山泉下来 在洪水引开 发出了土 别说是沙弹 热灯后山洪水上 公众牵手 我看着主意的看 你看这 人前级的地址太高了 一旦放闭火山洪 快看着危险了 这电话也打不通 洪水也连行不下 大力 你打洪来就赚着 我马上挨一家 洪水村民 那我先走了 大力 我马上挨一家 我马上挨一家 各位村民 吓那么大鱼,而且不能去,太危险了 你根本不说了吗,咱们去只能给大利他们拼乱 妈,这大利要是出事了怎么办,我得去看看 大利是有男的,咱不会出事了,你妈的啊 你妈的话,妈,我这一天,这一天,这一天 大利,大利准备成选 大利准备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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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别动,我要去 大利准备成选 兄弟们,大把枪,老婆,孩子,父母,亲人,都在等着我们了 小心点 大家注意了,下一条下的几个月,大家缺走,图纸松软的,要去再打转江湖,明白吗? 小心点,小心点 快点 兄弟们 老板,抓住你, 我的, 经验照顾,我的, aves啊 你们,拿把枪,哪怕 你,拿把枪, 回来 马上,快点 快点 刘园 刘园 抓住你,主要是 小勹 帅园 我们的逃大的飞 有什么事 加油 兄弟们,注意安全,小心小心 董叔叔,没事吧,董叔叔 我来 你怎么跑过来啦 你怎么跑过来啦 兄弟,别管我,赶紧拍东西啊 赶紧,兄弟们 二王,二王 没事吧,你 来来来 你把你来的 他放手 赶紧,你小心啊 二王,你小心啊 快呀,兄弟们 二、三 兄 四 三 没事,没不了 你二哥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大力收到了村委会的表彰 度假以及村里的其他人也都对这个上门女婿黄大力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 杨幼村是我们大家的杨幼村 我们要向黄大平地做演示 在这一次的抗战抢险当中 她充分地发挥了楚如梦精神 不畏艰险 不顾自己的安危 勇敢地在暴雨中抢险了16个小时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黄大力 好样的 你是我们杨幼村的骄傲 让我们突然可以起来 让黄大力还可以学习 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杨柳村 黎伯伯 您受委屈了 您放心 您是我们杨柳村的人 以后啊 村委会会给您撑腰的 如果再有事想把您撑腰 那就是违法 我们找不了他 同志 是误会了 误会 李干事 念给他们听听 不赡养老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听好了 赡养义务 是其法定义务 是受法律保护的 尊老善老 是我和公民的传统美德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 给予了保障 不赡养老人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糊涂 请让你别抓我们啊 妈 我错了 妈 我正听着见你人话 妈 你打我 打我 妈 我错了 打 打到 打到点上为止 妈 妈 要是我跟谁就被抓了 谁叫你啊 妈 谁笑起你啊 其他 鬼咋 这怪 其他 嗯 我们不做的事 不要为人的怪 抓 你们想抓那狗 你们敢抓那狗 老婆 我们今天可是来给您撑腰的 我的耳驴 我自己消得快 死去 送腿 公主 你干事 今天老婆你们走了一趟 我婆婆要休息 要不 您先回吧 老婆 让你好好休息 要是再有什么事 那找我 那慢走啊 二位 四伯爷说啊 慢走啊 什么 你让狗 听清楚没有 你们要是干不啥呀 你们都要找 抓起去 找我颠倒 结果 还发了新赵 还有奖状啊 听说还有奖劲呢 要不咱们一家人 你出去做一点怎么样 姐 一二 一定时间吧 一定你的 一定吧 好呀 好呀 四伯爷 高兴什么劲啊 这是 哎 我还忘问你了 听说那李家老太太是你从山上背回来的 妈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山上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的 多可怜呀 哎呦 她有今天 这叫做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走不 报应来了 妈 说你怎么一眼同情心都没有啊 好歹别人也是长辈吧 这次呀 那个李世君和杨慧芬做得太过分了 妈又没让你不去救人 哎 这次那杨慧芬啊 在村里走路那头都抬不起来 你说咱们杨柳川没人吐她一口吐吗 那吐沫心子都把她淹死 哎 对了 麻烦你 你是不是真跟那李家那小子好上了 没有 哎呦还没有 你骗谁呀 妈又不是傻子 你是我的女儿 你什么东西我看不出来呀 妈 不过呀 那李家那小子 还真是个好孩子 哎呀 你先发现她办事啊 没有编辑 哎 现在我看呢 这还挺懂事 人脑子聪明 对老人哪又尊重 妈 你真这么觉得呀 哎呀 可惜呀 投胎投错了 你说 她怎么投到这么一户人家呀 啊 妈可提醒你啊 我们李渡两家毕竟是世仇 你要是跟那小子好啊 别说妈不同意 要是传到李家 那李老太太李世君 再加上那个杨慧芬 就够你吃几壶的了 你可别给家里添乱啊 吃到了 吃到了 姐 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一天到晚 晕晕乎乎的 浑身没劲 可能是病了吧 妈 这段时间医院又犯晕又恶心的 这到底咋回事啊 那赶紧到这家医院去看看呢 不用了 可能就是感冒 什么感冒 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去 哎 早点回来吃饭啊 行 去看看吧 医生 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是好事 你怀孕呢 医生 我老婆真的怀上了 百分之百 要不然 您再到夕夜做个检查了 不用 姐 你怀上了 谢谢医生 姐 我要做爸爸了 我真的要做爸爸了 我要做爸爸了 放下来放下来 这是医院呢 你小心点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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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吃的吗 只要你能叫得上名字的 我都给你买 你买的这些我都不想吃 不是 医院 这些都是你点要的 你多吃点 让咱儿子 多吸收点营养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这要是女孩呢 女儿更好 跟你一样跳的 医院 嗯 没准事俩 一男一女 能放开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幼嘴滑舌呀 去看 哎 医院 你 你干啥呀 这这这这 这怀孕的时候不能化妆 这这化妆品有毒 对 对孩子有影响啊 谁告诉你不能化妆呀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医院 这该信的还得信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结婚了 就能把我变成黄脸婆 当妈了我也得化妆 以后当奶奶了 我还得化妆 这不良马事呢 行啊 化了 哎 大力啊 家里闷得慌 我想出去走走 哎 这是妈的鞋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老了 来来来 把那双给我 不不不 医院 这怀孕的时候不能穿高跟鞋 你上头子一个 医院 你就不愿意伺候我了 医院 妈 没事吧 我走了 就是那啥 你家的老爷们出来打工 还没回来 我就静观听见就行了 哎 杜燕 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 你是怀着孕 你还穿高跟鞋 我我 没别的眼 我是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 来我扶扶你 去去去去 哪凉快哪呆着去 就这凉快 崔花 画梅 画梅 哦哦哦 那啥 你给我买个例子 哎 哎 刷而辣米 我看作业啊 女孩的肯定是个男孩 啊 其实我想生个女孩 哎呀 是这个 跟有事呢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的人啊 就只会什么 做的缺点事啊 巴结下大老板什么的 是吧 崔花 你这说的 是李世军吧 哎呀 这亲妈都能往山里扔的人 这巴结大老板 还不是小生一桩啊 是呗 那阵子 李世军我一天叫副里转 就跟保姆一样 真恶心 哎呀 可惜了 你这妈老娘妈 胡咧咧啥呢啊 二叔 不怕让雷批啊 二叔 你给我闭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说谁呢啊 我告诉你 你怎么没把门 是不是啊 你就把你妈 会骂你那一条学会了 你还会什么 别怕你年轻 你再给我胡说八道 我连你一块揍 你敢 你看我这个人敢不敢你 哎呀 你再闭嘴 你还回来 算了 算了算了 上穿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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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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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点快回去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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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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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 哪家狗追你啦 好了 冬天摔倒了 我都冻到咱那喊叫了咱们 怎么回事啊这些 刚才在那个 昨天见的电门口 被连个热满地儿 一下就给它绊倒了 然后那个 吞花说可能冻得太气 哎呦啊 大力呢 不到我 你不是鱼塘了 你赶紧去找去 哎呀你快点走啊 这磨磨蹭天的 让你赶紧说当地有没有事 你赶紧听说你流产的 啥 你流产的 你是做这个王八蛋 你是追 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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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我情侣心发生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知道 我不会用正子 我不会用正子 我真的我没说正话 你脑子给你拼了 我来 你干嘛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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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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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来 你 我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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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都生意人大 你冲着你 只知道你跟我发心心 你什么时候你说这话 你没看见黄大年的牛皮线 打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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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王八蛋 杀人版 你够杀人 我够杀人 你够杀人 你够杀人 跟你说你就好话 你够杀人 好话 你够杀人 努力 你够杀人 我殺了,王八蛋,老子給你騙了,殺了,一個殺人犯多殺了,王八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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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救 liksom,你根死不是,王八蛋으,是杜嘉太,王八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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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說是士君把杜嘉太cede能守ано,這會兒,王八蛋算上班挑戰戰戰 DIEAT easy to stand. 你个杀人派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黄大力 我这些东西又没招惹你 你让他们出什么气啊 叫你叫我出来 叫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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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从底下躲着呢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怎么样 你这傻婆娘 我见过傻的 没见过你这么傻的 怎么回来还跟你算账 我大力 给我这样 这 黄大力 我一个没见天的人拼命 你指不着你 再说了 米娜媳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不定 给你带了礼帽子你还不知道了 我们是建议勇为 为你除掉严重 我再说一遍 严重 严重 老天你去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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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成了些什么 他又被网网了 钱是还钱 杀人赏命 天气提议 打开 杀人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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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又 用我的杀 老老迷 来 来 还我 儿子的一名 方便 欣� plants 你跑步 这不关你的事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求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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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对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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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救 我 儿子 死 死 死 我 我儿子 我 我 慢点 请麻烦让一下 谢谢 谢谢 慢点 大脸 大脸 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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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是流产的吗 谁说的 哪个混蛋我妈的 说我聊傻的 谁说的 站住 不是 这事你不能怪我 是不是 我就是好心传个话 是不是 你黄大脸你也是 你看看你 你这么亢奋干啥 你这么好的泡菜 你全都给砸砸碎了 你多可惜 你看 芽儿 我 芽儿 你传话传变了样 你好心犯犯事 一样饶不了你 不是 你看这事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你 我也没钱赔 要不干脆这样 你就打不起山算了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你 你下不了手 你 你不敢下手 你下不了手 那个行了行了 事情弄清楚就行了 大家都散了都散了啊 对都散了吧 都走吧啊 回去干活了 别围着了 董主任 大力把咱家闹成这样 虽说是个误会 但也该给个说法吧 对对对 该倒线倒线 该配消费肠 董主任 李婆婆 对不起 今天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错了 你们看 该赔多少 我就赔多少 什么多少 桌子 凳子 泡在坛子 燕儿 来 喝点鸡汤 你今天也是吧 事情都没问清楚呢 就跑到李家找人拼命去 我当时吧 也是脑子一热 啥也没想 燕儿 你真的没事吧 医生说呀 让我养胎 两到三个月就没事了 幸好孩子没事 是啊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出什么事来 燕儿 你让我听听我儿子的动静呗 听什么呀 早着呢 我听听啊 不是 这儿 听到什么了 儿子 你还好吧 你吓死你爸了 行呢 能经验什么呀 都还没成型呢 我的儿子 我的血 他能听着我说话 打脸 打脸 嗯 你今天 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呀 呀 为了你们俩 吃吗 吃啊 当然吃 燕儿 给你结婚啊 我觉得我自己像在做梦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啥 什么梦不梦的 我就是你老婆 你是我的丈夫 你记住 你的命 从今晚后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我和我孩子的 今后我们三个人呀 要相依为命 我可不许你再这样跟人家塌塌傻傻了 呀 以后啊 我都听你的 嗯 你说你 一个大老爷们 人家找上门来 你倒好 从底下躲着了 你让我一个女人出来看个事 丢人 嗨 这叫好汉不是眼前亏 你长得穿眼睛有什么用啊 也不看事 人家黄大力是来拼命的 你还往枪筒上挖 是 我傻 我傻才嫁给你 这黄大力也真是的 平时多老实一个人 皮就这么薄 我的盘子 全得碎了 盘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还有 你看他那结构眼上你说的话 火上浇油呢 不是啊 还说那怀野种 你说哪个男人听了受得了 人家不听了不打你打谁呀 这是一天猪脑子不动的脑筋你也是 你放了 你放了 我这样放了我 这小子 我一定要收起 你放开你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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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平时顺房 我 我今天 我要照顾摸一把 你放开你 别打了 别打了 收开 不过你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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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你... 操我... 操我... 好久... 殺了我... 媽!來! 放手! 放開別... 放開別...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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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你怎麼了? 放開我... 媽! 媽! 李世俊,楊慧媽,你幹嘛呢? 快來,媽忙吧! 快來! 媽! 媽! 李世俊當眾辱罵杜燕這個行為, 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9條有規定, 婦女的名誉權和人格尊元受到法律的保護, 禁止用侮辱、誹謗、宣揚隐私等等方式損害婦女的名誉權和人格, 她把這個懷有身孕的杜燕半島,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3條有規定, 毆打、傷害残疾人、孕妇, 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或者六十周歲以上的人, 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並處五百到一千元的罰款, 如果情節嚴重, 那麼就涉嫌故意傷害罪了。 熊二娃傳話傳遍了樣, 導致了黃大利來到李家搞破壞, 像熊二娃這些行為, 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的規定, 說, 散佈謠言、謊暴險情、疫情、警情,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 可以處五到十日的拘留, 五百元以下的罰款, 情節較輕的, 處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的罰款。 黃大利到李家來一鬧砸壇子, 破壞了李家的私人財政, 這些個行為, 都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的規定,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還沒有構成這個刑事處罰的, 可以處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二百元以下的罰款, 或者警告, 故意損壞公司財物, 不構成刑事處罰的, 可以處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單處或者病處二百元以下罰款。 由於黃大利的行為, 沒有告成刑事處罰, 而且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失控, 認錯態度良好。 另外, 他也主動積極地賠償了李家的損失。 回到故事裡面, 李世君夫婦經歷了前面, 把婆婆扔到山裡, 導致婆婆病情加重, 險些蒼命。 接著, 黃大利因為杜燕的事, 又到李世君家來鎖命。 李婆婆脫著病體, 給黃大利下了跪, 替李世君求情。 而這兩口子呢, 那是吃了趁脫, 鐵了心了, 根本就一點不思悔改啊。 李婆婆在垂危之際, 這兩口子依然不讓這老太太過上一天安生的日子。 說實話, 真是天良喪尽, 沒有盡到兒女應盡的孝道, 沒有盡到善養人的這個義務。 婆婆現在聽到兩個人在外邊打鬧, 放心不下, 想出去阻攔, 一不小心從床上摔了下來。 這一摔, 恐怕就要要了老太太的命了。 那麼這一次, 李婆婆能堅持過來嗎? 等待著李家的又會是什麼事情呢? 要是男孩兒, 叫黃河, 這老杜家的孩子就得心怒。 我的孩子得給我心。 煩了你了。 你明天, 就把痛到月子聽起來。 又是黃, 哭啊, 等我也在一起約會了。 媽, 我看我們兩個啊, 一人一天輪流照顧她, 你覺得怎麼樣? 我愛你, 你是不是讓海龍不再跟杜家來往? 我離海龍, 對天保持。 媽。 媽。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們明天見。